educational 我们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e 我们发a的音du 我们发成ja ca念成k tional 我们把当时一个音节就念成shun 中音节就放在shun的前面 所以放在第三音节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educational educational 我们看到有个al结尾的 大概八九玻璃十 它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我们就翻成所谓的教育的 他们看一下英文的解释 稍微看一下 叫related to 与什么东西相关 重点就是这个字了 education 那education呢 就是它的名词 我们中文就翻成教育 所以跟教育相关的 我们中文当然就翻成教育的 那我们看例句 parents should buy educational toys that can develop children's curiosity and creativity 那他说呢 parents应该要买一些 富有教育意义的玩具 哪一类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玩具呢 这边有一个子具 用来说明前面的玩具 好就是呢 可以发展 激发 develop children's curiosity 小孩子们的好奇心 跟creativity 就是它的创意的 教育性的 富有教育意义的玩具 好那这个字呢 当然呢 讲到educational 我们一定要讲到它的动词了 那它的动词呢 就是educate 好这个字呢 就比较简单了 对不对 中文我们就把它翻成所谓的教育 那我们在教育的后面呢 加上ed 它除了可以当做educate的过去式之外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来看 那educated呢 我们中文呢 就可以把它翻成有教养的 好 常常看到有一个片语 叫做well educated 指的就是有教养的 有很棒的教养的 那此外呢 我们可以在educate的后面 把e改成or 就念成educator 那educator呢 指的就是教育家咯 好 所以呢 这几个字呢 词类 不同的词类呢 就补充到这里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就念成educational 形容词 教育的 感谢观看